今天我们来讲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故事 不应该是真实发生的间谍行动 很多细节直到2019年才被解密 上世纪50到60年代 苏联在太空竞赛上可谓是一记绝成 先是在1957年将人类的第一枚人造卫星送上轨道 随后又在1959年用月神2号实现了人造航天器 与月球表面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美国人当然就彻底慌了 既然苏联人可以向地球和月球周围发射探射器 那自然也能够很轻松的朝华盛顿或者是纽约投下核弹 所谓的人造卫星危机出现了 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怕得不行 毕竟他安家的白宫肯定是在苏联目标清单上置了顶的 于是他就豪置1.1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亿 授权空军和中情局开展一系列 只在造出自己卫星的电运计划 而曾经的NACA 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也迅速重组成了后来的NASA 加入了战局 不过情况并不见好转 美国一开始发射的苏美火箭 不是在刚刚离开发射台后便爆炸 就是根本没有到他预定轨道 直接追到太平洋里面了 在反观另一边的苏联 人家这个时候都已经在安排一名宇航员 接受月球行走的训练了 这差太多了吧 以至于美国媒体都开始自欺欺人了 说什么月神计划就是个骗局 那都是苏联人忽悠我们 吓吓我们的而已 嘿 苏联人听了就不乐意了 你要证据是吧 有啊 塔斯瑟于是马上就把月神3号拍下的月球照片 以及月球背面的地图给发布了出来 并附上详细的俄语注释 就差直接写上 感谢兄弟送过来的胶卷了 原来啊 这拍下月球的耐高温耐辐射的胶卷 是装在美国空军送到苏联上空的间谍气球上面的 苏联人把他们捅了下来 体验了一把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为我们招 哎 这脸打得啪啪直响 看起来 自己招不行 打嘴炮也不行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 CIA把嘴悄悄的凑进了总统的耳朵 说道 不如咱直接偷弹一枚回来 抛开来看看 苏联人到底是怎么让他飞那么远的 哎 这的确是一条走捷径的好思路啊 CIA就是CIA嘛 哎 可是该怎么偷呢 不得不说啊 好莱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就在CIA苦于盗窃苏联卫星资料的时候 苏联人自己把它给送上门来了 1959年 苏联决定 哎 是时候向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展示一下来自社会主义的前沿科技了 于是他们翻出了自己的家点 而带上他们开始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全球巡回展览 这其中嘛 自然包含了刚刚又奠定了其领先太空地位的月球探测器 实际上它是一个被喷得崭新发亮的 里面装着探测器的月神火箭最上级 为了便于人们观察还专门在鼻椎上开了窗 你一定会认为它肯定是个模型吧 毕竟苏联人再豪狠也应该不太敢把自己最核心的技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吧 CIA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他原本对这次社会主义大秀呢不太感冒 只派了几个打酱油的情报人员去走走过场 哎当时放松放松嘛 可是啊所有人都低估了苏联人的自豪感 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哎既然我有本事造出了全世界都造不出来的东西 那我还怕什么不敢给你们看呢 要上就上真家伙 这个火箭最上级连带里面的探测器都是真的 美国人知道这点后直接惊呆了 据说一公里以外都能听到中情局大楼里面传出来的笑声 这千载男朋友的机会怎能不把握呢 于是一个偷天换日的计划就此成型了 情报显示啊 下一场苏联展览会呢 将会在1959年的11月21日 在位于墨西哥城的国家礼堂中举办 截获的货运清单中呢 描述了一个装着名为 天文仪器模型的5.2米长2.4米宽的板条箱 其外形正好符合月球火箭的尺寸 就是它了 四名中情局的特工呢 被指派为本次任务的执行者 其中一个就是墨西哥人 所以可以秘密的调动很多当地的资源 另外还有5个火箭和卫星方面的专家 以度假的名义分别从美国飞了过来 被安排在不同的酒店 对任务的细节呢 也是一头雾水啊 唯一被嘱咐的事情就是 别碰玉米馅饼和玛格丽塔酒啊 老是待在房间里面等消息就可以了 他们事后会知道这两点有多么重要 CIA的计划是这样的啊 在苏联人的展览品被打包送往下一座城市的途中呢 悄悄截获其中装着探测器的内箱 等研究拍照完成之后呢 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 诶 他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诶 他能成功吗 虽然苏联自信的放出了自己看家底的真家伙 但也没有任性到随便你研究把玩的地步 在展览期间啊 那这枚月球火箭的四周呢24小时都有士兵的严格之手 CIA没有一点空子可专 哎不过相比起严实合逢的展览安保运输安保那可就差多了啊 首先跟着运输车队的押运车呢只有一辆 其次等在火车站准备接车的警卫对这个车队核实来到底运了多少箱货物 也是不清不楚的 这就给了CIA从中间偷偷扣下一箱的可乘之机啊 你看四名特工里面恰好有一名是本地特工吧 他的关系网呢马上就开始快速运转起来了 在展览的最后一天啊 他先是安排了一些迷人的墨西哥女郎前去观展 并找准机会同这些看守火箭的苏联士兵搭讪 混熟之后呢再以告别晚会的名义邀请他们晚上到酒吧一聚 把他们尽可能的从劫持行动中支走 其次啊安排人在运输火箭的车子上做了手脚 把配电器上的一个风火头呢给拆了下来 所以等到展览结束其他东西都已经打包运走之后呢 就是这辆载着最重要货物的车怎么也打不着火 司机当然也被买通了 言双黄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啊 咱得等等送配件的过来 苏联士兵很着急啊 但是也只能等 于是等了一个半小时 等到这辆车终于打上火之后 已经来到了晚高峰时刻 而且其他的货物呢早就已经送到火车站了 哎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接货的人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件货嘛 看等了这么久还没有新到的 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已经全部送到了 该打卡下班了 啊不对 是该去参加香宴的告别晚会了 这边呢 还是有一对责任性够强的士兵 在跟着运输车前往火车站的 所以嘛该出第三招了 在车队快要经过一个铁路道口的时候呢 CIA的特工在这里安排了一场临时的铁路维修 把路几乎就整个给拦了起来 于是人们的陆路阵就开始出来了啊 愤怒的骂声和暴躁的喇叭声呢 四处响起 运输车和压兵车也被混乱冲散了 哎 看到前面的运输车已经好不容易过了这道口 这剩下的一帮士兵也觉得 咱就不用跟了吧 再跟就赶不上晚会了 而且 哎这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呀 于是在换掉运输车司机后呢 CIA就完全控制了这枚月球火箭 此刻离他们在第二天早上把它还回去之前呢 还有足足13个小时 够了 哎 又是这名本地特工啊 他早就买通了一座附近的木材加工厂 当天晚上所有的工人呢 都会被请去外地度假 所以CIA和他们请来的5名火箭专家 就有了一个完全私密的宽敞的临时的实验室 在这呢 专家被分为两拨 在打开板条箱之后呢 一浅一后脱去鞋子 钻到了狭窄的火箭内部 举着相机拍下关键部位的照片 哎 他们终于也知道为什么不能吃玉米馅饼了 因为这呢 可不是一个释放气体的理想空间啊 鼻椎部分的情报工作呢 进展的不错 哎 但是从后面进入火箭的专家遇到了一个难题 虽然发动机已经被拆下 但是安装支架以及燃料箱和氧化机箱呢 都还在原位 这些啊 自然是好东西 但是也挡住了继续深入的通道嘛 想要进入呢就得把它们拆下来 但是拆下来的前提是破坏掉上面的一次性封印 苏联特制的封印 哎 怎么办呢 一旦拆下 等于就是告诉对方 有人偷过这枚火箭了 前面的秘密行动全都要高吹 难办啊 好在CIA最不缺的就是造假的人才嘛 本地办公室马上就传来消息 把封印给咱们送过来 我连夜给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到时候装回去就可以了 于是专家们就可以放心的往前面继续拆了 而且啊 惊喜的确就在里面等着他们呢 这里面不仅有一个完成度就是百分之百的月神探测器 去分析呢 可能是月神二号的备份版 而且啊 估计苏联人觉得是没有人进得来的 所以在载荷厂里面是有很多重要的零件和砝码 没有拆下来的 这下嘛 轮到美国人来拆了 拆了之后还能不用还回去 因为反正苏联人也不会看里面嘛 他们只需要把外面的一切照着原样复原就可以了 所有的工作呢 都在凌晨五点结束了 这辆运输车呢 也在苏联士兵从宿醉中醒来的两个小时前 重新停到了火车站的大门前 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负责任的司机呢 正从驾驶室里面揉着疲惫的眼睛坐起来 讲述他是如何在车站关闭后不久就到达 并在这里尽职尽责的陪着货物等了一宿的 卡车最终被顺利的放进了车站 苏联人对昨晚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甚至在十年以后 当阿波罗11稳稳的降落在月面 而自己的登陆器却失控撞向月球另一边时 也没有察觉出任何一点不对劲出来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 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